嗨大家好,我是阿蕙 身為一位沒有便利商店 就不知道怎麼活下去的上班族女子 只要看到喜歡的Youtuber 她跟便利商店聯名出食物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很想吃 今天要來幫大家開箱 9man跟7man的首次聯名就是 什麼 就 他叫 忘記他叫什麼 7man跟9man首次聯名的就是愛美食等等 所以我就要來幫大家開箱試吃啦 絕對不是因為我想花工費吃午餐喔 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因為就是買不到 所以我們這邊就沒有買到草莓大福 還有照燒雞拌飯飯糰 那就請大家見諒一下 想吃的話就自己先去便利商店買囉 首先就要先來幫大家喝這個就是抹茶拿鐵 那這個算是我很期待的一個品項 因為聽說真的很不錯喝 可以幫我拿杯子嗎 看一下倒出來長怎樣呢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抹茶拿鐵 其實我很怕喝到那種裡面那個粉感很重 然後你就會讓喉嚨覺得沙沙卡卡的 這個喝起來整個是很滑順的 就是這樣 滑溜就會進到你的胃裡面了 我覺得他抹茶味很重 牛奶味也很剛好 39塊很便宜啊 外面那個星巴克的抹茶拿鐵 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要100多塊吧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喝起來我覺得不俗耶 不專業美食評價又來了 這個呢就是抹茶拿鐵 我給四顆星 那第二個呢就是要吃 舊式奢華海鮮丼飯糰 這個是以食物來說我最期待的 因為我真的是個海鮮控 準備從酒妹的中階撕臉喔 讓他毀容了 抱歉了酒妹 登登 登登登登 看到他的鮭魚卵了 因爲它分布側位置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還沒有吃到 然後這應該就是明太子吧 我可能是真的懂 喜歡吃但是認不太出來他們 然後干貝鮭魚卵 蝦子的話是不是我剛剛不已經不小心吃掉了 有 好吃 這飯糰裡面有鮭魚卵真的很高級耶 然後再配上一杯抹茶拿鐵 直接奢華的享受 對 奢華的上班族享受 這個海鮮飯糰的話 我給3.5顆星 我想改四分 好 那第三個就是要來吃 就是醬燒烤雞蛋三餅製 老實說這個算是我最不期待的食物 便利商店它原本就有出一個 燒...糖香...糖... 糖心蛋燒烤雞 真的看起來差不多 除了這個雞 它是一整塊的 然後便利商店的另外一款 那個糖心蛋燒烤雞 它的雞是一小塊一小塊 吃到這邊 所以要吃蠻大口的 好 我不行 抱歉 跟另外一款吃起來 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覺得肉是這樣一大塊的 對我來說我比較喜歡這個口感 滿足你想要吃肉的心情 醬也是跟那款有微微的不一樣 這個醬是 它說是醬燒嘛 所以它的醬油味 其實是還蠻充足的 抱歉 我真的沒有特別喜歡吃 醬油調味的東西 給3顆星 那接下來要來幫大家試吃 巴貝歐姆蛋蛋包飯 這也算是我蠻期待的一款啦 好像是有加了4顆蛋吧 我就看到有人在網路上說 原來那個7-7茶葉蛋會缺貨 是因為他們雞蛋都拿來做這個了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吃番茄醬啦 我喜歡 我們的意邊非常喜歡 他非常期待這款 飯是那種有炒 它的飯是這種有炒火腿 然後應該也是有炒一點番茄進去的 那種蛋炒飯 它火腿很多耶 蛋看起來很滑嫩 我牡丹的這個蛋皮是很重要的喔 我只能說 它不是在我喜好上面的食物 飯吃起來就是還蠻不錯 算是粒粒分餅 不會因為這樣看起來就整個濕濕的 蛋皮煎得很好吃 但是就是這個飯的調味我沒有很喜歡 我給3顆星 一邊吃 真的沒辦法 我就是不喜歡番茄醬 你有喜歡嗎 沒有不喜歡 會飯 它不像蛋包飯 因為它就是比較濕 一微波 然後那個番茄醬就整個 跟那個滑蛋的液整個融在一起 然後就整個粉變得像會飯 沒有平凡到 這個蛋包飯 這真的是平凡 這真的是平凡 吃一看蘿蔔的有些 這個有五顆五顆 它好吃嗎 我感受出來很喜歡很喜歡 最後一個呢 要來幫大家試吃 就是咖哩雞排烏龍會麵 上班族的夢幻午餐吧 因為它裡面有咖哩 然後又有雞腿排 又有烏龍麵 怎麼開啊 會不會翻到 它上下分成 喔 這要怎麼開 完蛋了 要小心喔 對對對 你剛剛弄到啦 這樣嗎 對對對 這樣嗎 欸 你要小心等一下咖哩 這個嗎這個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這個 原來如此 這樣好這樣好 去麵店外帶也是要這樣 湯麵要分開 吃的時候才可以吃到它原本的風味 沒錯 今天好像會廢話有點太多 好 我今天廢話太多 請那個剪輯幫我剪一剪 肉的話四塊 然後這裡有一些切條的洋蔥 然後它的咖哩是這種比較水的 看起來不是那種很濃稠的那種咖哩 有牛皮耶 我覺得不覺得吃雞腿排的精髓就是要吃它這個皮嗎 雞腿肉很好吃了 它吃起來是真的有有嫩 然後不會那種柴柴的 可惜只有四塊 但是人家也才99元 現在這個時代也不好強求人家啦 來吃一口烏龍麵 這個東西等一下可能會沒有人要吃 因為另外兩位夥伴他們都不敢吃這種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不敢吃粗麵嗎 他們只是喜歡吃細麵耶 沒有任何沒有任何意思 我只是覺得很疑惑 他已經補菜了各位 我們看了一年之後他已經是老阿慧了 好以後就要老阿慧 會叫老阿慧 麵味我覺得有一點重 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覺得沒入味是可以理解 因為這個咖哩是我剛才這樣倒下去的 不可能就是有在鍋子裡面這樣讓他煮一煮 會有一種麵跟咖哩分開的感覺 以愛吃咖哩人來說 可能不會是他們喜歡的味道 那五顆星的話我這邊給 但我更不喜歡那個剛剛那個蛋薄飯耶 可是我覺得讓他們一樣分數好像不太好 好啦那我給他3.5顆星 幫大家試吃完以上的東西以後 我會回購的東西可能就是抹茶拿鐵 還有那個海鮮飯糰 這兩個我真的是很推完全打在我的喜好上面 喜歡我們今天的開箱嗎 如果你之後看到便利商店有什麼有趣的食物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搞不好我們就會去買來吃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對了等一下 喜歡這支影片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出去喔 那就再一次掰掰